第2925集 一道拳印凭空浮现 散发着恐怖拳意 镇压而下 红衣青年的笑意瞬间凝固 双眼暴征 无比惊悚地看着面前的拳印 他没有想到 袁天狼会出手 自己明明没有和他争夺位置 不过红衣青年还是一咬牙 眼中红光暴闪 施展了极发潜能的秘书 而后一枪击出 一道刺目红光宛若太阳一般 在枪间升起 下一刻 那红光与拳印轰然相撞 刹那间 在场众人都是目光一颤 没有想象之中的具象 冲击 有的只是破碎 那红光面对拳印 没有一丝一毫抵抗之力 飞速破碎 而红衣青年亦是惨叫了一声 倒飞而出 落在地上生死不知了 这杀出重围的黑马 就被袁天狼随手一拳秒杀了 那一拳似乎连一半的力量 都没有发挥出来 虽然两人之间的境界有差距 但也不至于不堪到如此程度吧 这袁天狼究竟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难道袁天狼看不起灵圆圆弟子 认为这种人和自己同为九英杰 是对自己的侮辱 这时又有一人飞身而起朝着那登天台而去 此人不少人都认得 乃是一名神圆圆的妖孽 此刻他一身始源五层天的气息完全爆发 实力赫然还在那灵圆圆黑马之上 可就在他即将落在高台上时 袁天狼却是再次一抬手 随手打出了一拳 那妖孽慌忙抵抗 但结果却与那红衣青年一般无二 浑身鲜血暴散 如同垃圾一般倒飞而出 重伤斌死 一时间所有参加选拔的弟子都停了下来 惊疑不定地看着袁天狼 他是什么意思 袁天狼健壮冷冷一笑道 这一届九英杰选拔 只有我一个人当选便足够了 免得还有人和我竞争进入密院的资格 我劝你们放弃 下次出手我不会留守 九英杰进入密院的机会很大 但不是百分百 互相之间也有竞争 而袁天狼此言一出 整个广场瞬间被引爆了 所有妖孽都是眼中怒火熊熊地凝视着袁天狼 就算你是超越众人的妖孽 也不能霸道到这个地步吧 就为了没有竞争 就要剥夺所有人成为九英杰之一的机会吗 这简直是不把他们当人看 一名神源院弟子立鹤道 一起出手杀了他 即便他是始源六层天存在 又如何 难道还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吗 一众弟子文言 一个个眼神冰冷 体内杀鸡狂勇 一时间 在场的上千名妖孽 纷纷气息爆发 一道道自在天 在广场之上展开 强横无比的灵压 横扫四周 这些妖孽联手 声势竟是豪大 无穷煞气翻涌 仿佛连苍穹 都要在这煞气之下变色 袁天狼犯了重怒 可即便面对着众人联手 袁天狼却是依然保持着一副淡然神色 甚至嘴角还带着一抹不屑的笑意 天珠掌 雷黄剑 摆破神火剑 一声声怒吓彻天际 千名妖孽纷纷出手 种种武艺在天空之中凝聚 化为了一道道犀利无比的攻击 朝着登天台上的袁天狼镇压而去 即便是一直以来 都有些百无聊赖的南宫武 看到这一幕 亦是美眸微闪 不过他注意的 却不是那上千人的攻击 而是 在场的弟子 几乎全部都已经出手了 不过南宫武却发现了一个例外 一名相貌普通的青年 此刻正神色淡淡地 站在角落之中 似乎完全没有出手的意思 而这名青年 他分明从来没有见过 可为什么会给他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呢 南宫武美眸之中浮现了一抹疑惑之色 凝视着那名青年略带冷意的双眸 不由得心中一惊 这双眼睛 好像和木头的很像 此刻 那上千道极为惊悚的攻击 一起连成了一片致命的五色浪潮 朝着登天台汹涌而去 锁定了登天台上的袁天狼 袁天狼凝视着那五色浪潮 眼中骤然爆发出了极为耀眼的神芒 下一个 一声极为冷厉的狼嚎 自袁天狼身后响起 在他的背后浮现了无数星辰虚影 而那些星辰竟是凝成了一道巨狼之形 袁天狼冰寒一笑道 好 今天 本公子就要让你们这些废物看看 你们与我之间的差距 我会告诉你们 谁才是这三元台阵门之中最优秀的存在 同时他还不忘回过头 看了一眼南宫舞 那意思很明显 是要在南宫舞面前证明自己 在场的无数女弟子健壮 面庞上都是浮现了无比羡慕之意 他们多么想替代南宫舞 成为凉亭之中的那个女孩啊 袁天狼这种霸道无比的妖孽 才是真正的男人 而南宫舞却丝毫没有注意袁天狼 注意力还放在那站在角落中的青年身上 袁天狼转过头 手中多出了一柄长剑 天狼剑 这长剑据说 乃是以天外云铁链成 品阶极高 并且这天狼剑的属性 与袁天狼的体质极为契合 天狼剑在他手中 甚至能够发挥出超强的威力 无比强大的剑意 弥漫了整个三元台阵门 方才还一副残忍 讥讽模样的千名妖孽 在感受到了这剑意的瞬间 都是眼眸一颤 暗自咬牙 加大了自己的力量 袁天狼眼中的冷意愈发强盛 骤然低喝道 天狼是天剑 他背后的狼影 猛地跃入了天狼剑之中 狼形剑光 自剑锋之上抱起 朝着那五色浪潮 急斩而出 这一剑斩出的瞬间 虚空之中疯狂震颤 不是碎裂 而是震颤 为什么只是震颤呢 因为那力量 完全融入了剑光之中 极为内敛 那几名三元太真门高层 甚至是太上老祖南宫翻 眼中都是浮现了一抹赞赏之色 袁天狼这一剑很不错 他那间两道光芒相撞 上千名妖孽的攻击 对上袁天狼的极致一剑 轰隆一声巨响 两道光芒疯狂互相轻压着 而那原本胸有成竹的上千妖孽 此刻却是完全变了脸色 只见那天狼剑光 在五色浪潮之中 左冲右突 所过之处 必然有一道攻击 崩溃 众人联手的一击 竟是完全没有办法 泯灭这道剑光 这怎么可能 袁天狼怎么可能 强到这个地步 眨眼之间 那五色浪潮 竟是在天狼剑翼的冲击之下 化为了虚无 而这还没有结束 那天狼剑影 依然没有停下来 而是裹挟着庞然剑翼 继续朝着那上千妖孽 冲击而去 一瞬间 上千名太真门妖孽 都是变了脸色 纷纷施展了自己的防御手段 进行防御 下一个 那剑光撞在了众人的防御之上 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人 大响之中 伴随着无数惨叫 光芒收敛之后 只见千名妖孽纷纷倒地 浑身鲜血 一个个都是无比惊恐地 看着登天台上的袁天狼 仿佛在看着神明 袁天狼竟是一招碾压了千名妖孽 一时间 观众席上想起了山呼海啸的欢呼 所有人都在高喊着袁天狼的名字 太优秀 太极致 这个结果实在是过于震撼了 袁天狼似乎颇为享受众人的呼唤 俯视着受伤倒地的千名妖孽 冷笑道 你们的武道 与我已经有了层次上的差距 考数量无法弥补 至少你们的数量远远不够 观众们文言更加激动了 这才是三元太真门第一天才该有的风范不是吗 就连那角落之中的青年都是目光微闪 袁天狼说的没错 即便同样是始元镜存在 武道之上也是会有差距的 始元镜已经有可能捕捉到一丝万道本源的力量 若是能误得这万道本源的神韵 并将之融入武道之中 那么武者的实力将会产生质变 魂武融合本质上也是类似的一种手段 通过那万道本源 将两种原本完全不相容的力量汇聚为一体 所以才能爆发如此逆天的力量 凉天之中 三元太真门掌门吴冠对南宫班笑道 台上 天狼这孩子真是不错 已经领先了本门其他天才们太多 称得上独领风骚 即便比杨真玉四殿之中的天才都不差了吧 有了这孩子 我们三元太真门必将大兴啊 说不定千年之后 我们能回到那个地方 哼 南宫班冷哼一声道 这小子的性格实在是太张扬了 这样下去 南宝以后不会出什么事啊 不过他话虽是这么说 看向原天狼的目光之中 却满是满意之色 他俯了俯长须 嘴角戴上了一抹笑意 原天狼的姿质确实是不错的 这样一来 倒也足以配得上自己的这个曾孙女了 至于张扬 又有哪个天才是不张扬的 此刻 原天狼傲立在登天台上 意气风发 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他宛若天神一般淡淡道 还有谁 不服地站出来 广场之中却是一片死寂 一众弟子纷纷低下了头 不敢与原天狼对视 可就在这时 高空之中 却是响起了一道男子声音道 原天狼 你好像站错地方了 给你一个呼吸的时间 让开 所有人文言都是一惊 朝着天空之上看去 只见一名神色有些冷厉的青年 从天而降 这名青年红发紫袍 眼中引现银色符文 赫然是那消失许久的赤风扇